因為我們第一場就是先對到淡水 那我們知道他們其實就是 一貫的傳統就是從禁區開始打起 而且他們今年確實禁區的高度提升很多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我們從防守開始做起 因為包括其實他們的控局後衛 像是那個水秋一軍 他幾乎場軍大概也有七到八個助攻 所以我覺得因為他們確實很高 所以我們會希望從他的那種 當攻守在轉換的時候可以切斷 有效的可以切斷阻止他發動一些 比較頻率高的一些快攻 然後甚至說可能中攻在禁區裡面 接球的一些次數可以先從這個地方開始做起 然後再來就是說當然就是要 就是減少他們拿到第二次攻擊的機會 就等於二波籃板我覺得 我們要把防守籃板公布好 對啊因為畢竟是衛冕軍嘛 對啊一定要做好準備 不然沒辦法對抗他們 做好擋了籃板然後防守 因為他們很高 然後我們前鋒碰球他們都有外線啊 就會讓他們投然後我們在裡面搶 就盡量不要讓他們在進區裡面得分 就他們很高 然後但是我們進區我覺得就扛住他們 然後外圍前鋒那些我們都可以就是幫他們守好 然後讓他們中鋒好好頂住他們的中鋒 其實我覺得啦如果我們有一支 就是我們的意志力可以再好一點 其實就可以打敗上山 我覺得啦對喔 因為這幾年來我覺得我們這屆吧 這屆會比較好吧 這屆就比較好 沒有什麼差 超好難的 對 所以現在就是可以調整好 然後試著打敗他們 對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適應那個地方 所以這樣我們一定要把每個動作 每個細節都要裝住在動作上 所以不要想那麼多 也不要被周遭鋒擾這樣 對吧 所以只要穩定 這個穩定就好 因為其實上一次進營小園 也是六年前了嘛 那其實在我們在八強階段的時候 因為我們當初本來就是設定 就是說可能 勇人跟浦門那一場 我們希望可以贏球 所以其實那孩子當然一開始會覺得說 其實這任務是很艱巨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跟他們講說 當初可能在我們球隊最好 對齊成績最好的那一年 然後可能我們就是也是打敗了 一個淡水跟海山很強的球隊 所以學姊都可以完成這樣 就不可能的任務 甚至可能六年前那一屆那一批 其實身材非常的矮少 那也是只有大概靠六個人 六點五個人七個人 幾乎也是打到 打完全部的比賽 也是可以撐到小巨蛋 所以那我覺得說 我們其實今年第一個 我們的條件 身材雖然還是很嬌小 可是有比往年的陽明還要提升了不少 然後加上可能我覺得就是技術水平其實也提升不少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更有理由可以進到小巨蛋 所以那其實我有跟他們講就是說 進到小巨蛋唯一大家可能能夠就是 可能就是那個空間啊 就是巨蛋的那個空間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最大的屏障 那我想說就是當然就是給球員的心理建設 就是不管你今天場館的大小 其實不會改變你主要比賽的 比如說籃框的跟法球線之間的距離跟三分線之一 所以我覺得當你今天只要專注做好你要做那些 比如說我在投籃或我在做法球的時候 只要專注在你要做的事情上 的動作的流程上 其實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想太多 不需要顧慮太多 最後兩場啦希望大家可以準備好 因為我們很久沒進去過了 所以我們要多享受那邊的球場 然後也是要做好準備這樣 不要想太多 就是最後兩場球八十分鐘 然後希望就是一起達成我們的目標 就是不要留遺憾 希望大家能相信自己 相信教練 然後不要害怕每一次的出手 然後就是大家不要互相嘴巴 就是鼓勵多一點 然後才有一起奮鬥的感覺 我們走到這個階段再來就是我覺得 應該有資格可以去享受比賽 跟享受去在巨蛋可以打球的那種環境之下 跟那個風格 忽然我們得到我們所想要設定的目標 本來每一個球隊友每一個選手都一樣 沒有人是為了輸球再做準備的 每一個人訓練都是為了要比 都要贏球要有好的表現 所以後來我們有跟就是大家一起討論 就是說不管結果如何 至少我們應該要把最後的這兩場球 在八十分鐘應該要好好的準備 然後甚至應該要全力以赴去做完它 不管怎麼樣就是你唯有全力以赴 才不會愧對每天辛苦練習的自己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